大家好,河南蒸面条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总感觉自己在家里做的味道一般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今天就把河南蒸面条的正确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往面条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拌匀 让每根面条上面都均匀的裹上食用油 这样面条在蒸的时候水蒸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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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又解馋 好了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在家试试吧